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好潭 我们前一集说到的是河南的水汉黄汤 汤恩伯 我们提到了1944年日军的一号作战 也就是河南会战 国军这时候抽出了大部分的河南防区 这时候中共的游击队就进来了 填补了这些真空地带 搞到最后1948年去职的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说 他跟蒋介石报告 需要200个师才能够应付华北的整个局面 老谈这期是要继续展开的来说吗 1944年的河南会战 汤恩伯的部队败的这么的长 其实是还可以继续的说 因为影响非常之大 可以说是之后徐范会战的重要原因 我们这一集主要是来探讨 国军是怎么样失去了中原 顺便也可以营造之后 我们要讲防范区会战的情绪 现在在说这些之前 我们先看一位河南老兵他的经历 他是许平道 许伯伯出生在河南影川县 他出版过一本个人的回忆录 以前访问的影像 因为一些问题 我们这边就不播了 根据他的说法 他是1943年进入第15军 这个军的前身是河南的郑松军 1944年7月出任河南省主席刘茂恩 他的哥哥刘振华所成立的 所以后来被刘茂恩所掌握 许伯伯讲他在洛阳要陷落之前 一个月他奉命去押运行李 他们就向民间争吊牛车 去河南西南方的松县 去那边留守 结果日军公报了松县 他们就抛弃着行李 跟着后面后侧的一排兵地 躲在农民的家里五天 才以淫步为何 也就是说战事场一打响 与汤恩伯不合的江定文 他在洛阳也在做撤退的准备 那许伯伯他的回忆录里面提到 抗战到了末期 河南的部队很多军纪 坏到无以复加 士兵吃不饱穿不暖 逃亡者非常的多 之后不断的征兵 变成恶性形犯 他那个时候亲眼看到 有些新兵是用一条长绳前后串联 那每个人的右手都被绑起来 所以他也说 军人的待遇差到这种地步 国家不败眼 之后他们的部队 驻扎在河南西南部的内乡 那在1945年6月 他被调到了河南的保安第六团 这个保安团是由 省主席刘茂恩掌握的 结果八月的时候 就在开封的附近 成留被共军给打败 到了抗战胜利 他就投校青年军第206师 后来在山东河南都打过 刚刚老谈一开始就先讲到 跟老蒋说要200个师的 那个刘茂恩 对对 刘茂恩呢 他后来来到台湾 出版过刘茂恩回忆录 里面说 他是在1944年7月 中原会战之后 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 他立刻就实施了 汤恩伯之前的政策 防匪 众语 防抵 这个匪就指的是中共 抵是指的是日本 所以他立刻就组训民团 并村连载 把一些陕区的居民 村庄 就把它集合变大 可以做到集体滋味 甚至于是兼闭亲野 他为什么会这么的做呢 因为日军那个时候 攻到了河南西部 中共呢 在8月派了皮定军 去组建玉西 抗日游击支队 站稳之后呢 在1945年的元月 王树生呢 也率军渡过了黄河 进入了玉西 建立了松岳军区 与大别山的李仙念 防范区的彭雪峰 这些共军就互相支援 准备要控制整个中原 刚老谈提到这些人民呢 我大概只有听过李仙念 其他都没有听过 其实国共内战 这一段是非常的复杂 我们过去在讲说 解放军有所谓的十位大将 通常比较听过的就是树域成根 其实王树生他也是其中之一 那批定军呢 他也是新市军很有名的批旅 他是在1944年9月5日南下 那另外呢 像彭雪峰呢 他也是新市军的名将 后来在河南重担生亡 所以回过头来看 一年不到 刘茂恩就面临到这么多的问题 对 因为这还是要从日军的 一号座站简单的说起 因为在4月18日一开始 短短一个月 郑州雪山洛阳 就先后的陷落 38座的城市就没了 看到了这种情形呢 在延安的毛泽东呢 他在5月11日就指示说 河南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敌后地区 国民党还有汤恩伯的部队 基本都已经大败了 那河南的秩序非常的混乱 人民看日武专一定会兴起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如果能够收复或控制河南地区 不仅可以阻止日本的侵华 还可以作为之后 在中原战略反攻 创造有利的条件 所以就决心要开辟河南 特别是玉西的抗日根据地 我们过去都说抗战胜利 中共已经拥有了多少多少的根据地 难道中共在河南都没有发展过吗 还需要派人派兵过去战 这个问题很有趣 在1944年日军一号作战之前 其实中共在河南也是有一定的发展 像史政局翻译的日军对华作战纪要 这本很厚的书里面他也提到日军也有记载 遇到新市军的袭击 那整体来讲 在河南中共的发展最初 并不是像山东还有河北那么的显著 而且呢 因为在1942年 日军的大扫弹 使整个中共在所谓的敌后根据地 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这些根据地日渐的缩小 后来中共就实施了金兵检政 像邓小平他那个时候带领华北区 整个组织部呢金检倒只有剩下三个人 套一句之前的流行语 根据这个战场形式也做出了滚动式的调整 中共呢 从1942年进行金兵检政 对 或缩编制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汤安伯其实他是在河南扩军的 对 也就是说呢 虽然说汤安伯负责的是正面的战场 两边的这个责任其实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思维 汤安伯那个时候养太多的兵 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所能控制 那也超过了老百姓的负担 所以那个时候中共金兵检政呢 还甚至包括到陕北延安都如此 所以相对的也就让老百姓 比较能够接受一点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 那我们大会来讲 之前我们在讲永年为成 提过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李兴 他有过一本评价很高的回忆录 刘氏的岁月 里面说在1945年元月 他跟随邓小平的北方局 在小部队的附送之下 总共大约十个人 厚厚淡淡南下的中原 要开展组织 那他还讲 在1942年要南下的时候 没有办法通过平汉铁路 甚至也还遭到日军的袭击 可是呢 这一次不一样 很多的卫军都变成两面派 碉堡都通通都不开一枪 他们如入无人之境 所以他这个说法 其实形容的挺有意思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卫军 或者我们讲的所谓的华北自然军 或环境卫的和平建国军 都已经觉得说局势对日本并不利 所以开始有点脚踏两条船 我们拉回来讲 他们到了河南的浮阳 在那边开会 根据李星的描述 邓小平很会讲话 用河南淡地的情况作比喻 说汤文博去年被日本打垮 那我们就是不允许他回来 河南不是有防河犯淡吗 蒋介石就是这个水 这次从北南下就是要足体返水 要在平和铁路东西两侧 各修一道大体 阻止他们再回来 现场笑声展身不断 这个比喻其实是非常的巧妙 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来 邓小平他的宣讲工作的能力 是非常出色的 对 李星的回忆录还说 他后来两次经过防范区到玉溪 那个情况让他非常的惊骇 因为天是缓的地是缓的 连白云经过这个地方 通通都是缓盛 居民居无定所 随时迁徙 那他们的房屋是四个人 刻着名字的砖柱 那小船就系在砖柱上面 那水来的时候就四处的漂泊 等到秋天水退回去种麦子 然后他们靠着砖柱 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土地 一年就靠自己的收藏过一整年 这样子的形容已经不是家徒四壁 是连墙壁都没有只剩下专注 那一年只靠这一季的收成 难怪遇到了蝗虫过境 或者是庞大的增链的时候 老百姓就会活不下去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 中共应该是蛮发展很快的 河南这边也并不是特别的顺利 因为毕竟还是有日军 所以前面我们才会有 所谓的日军大扫弹等等 他们还是必须要被迫金兵减证 那当然还是有1942年 河南的大饥荒 一些综合其他的因素 简单的讲 就是根据李星的回忆录的说法 在防范区与东 抗战胜地的时候 中共发展比较好的地区 也不过就是衰县 起县 太康县 这三个县交接处的 一百多个村子 另外就是 抗战胜地没有多久 他们还攻占了起县的县城 那这些地方 就是1948年6月 防范区会战的主要地点 防百套还差一点点 就在这个地方暂时 相信有些观众也听出来了 老坛又在铺之后的梗 我们讲完御东 就讲御西 那这个地方是 培定军 还有王树生的带领下 我们后来建立了 松岳军期 形成了以登峰为中心的 34个县 面积2万平方公里的 一个根据地 那有300多万人口 把三北 华北 还有华中 这些根据地 连为一线 最多一年的时间 其实就在河南这个地方 具体的说 是在河南西部 开辟出相当于有一半 台湾这么大的一个根据地 对 这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 脑谈前面也有说到 刘茂恩在1944年7月的时候 接下了河南省省主席的位置 立刻实施 防匪重于防敌的策略 主训民团 难道都没有发挥任何的效用吗 这还是以日本 那个时候的军事行动有关系 因为日本在1945年的3月 它又发动了玉西战役 这个是中国抗战的 最后一场战役 主要的战场 是在河南省的西峡口 那刘茂恩讲 那个时候日军占领了松县 那其他的地区都是真空 那已经进入到松岳一带的 王树生 匹定军 然后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在4月的散旬 进入到了胡牛山 准备要占据 这个条件优越的战略地带 那如果被占领了 连他的河南省政府 最后的根据地 朱阳关也没办法立足 相信讲到这一段 其实包括我在内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都是比较陌生的 那我们在这边先简单整理一下 前面有提到说 因为日军的一号作战 河南的西部已经陷落 那中共就派了皮定军 然后是王树生等人的率兵 渡过黄河 进入松山附近的各个县 想要建立中越军区 另外邓小平的北方局 也南下来发展组织 面对共军的禁闭 有茂恩他说 他那个时候发动了 地方团队一万多人 再加上了正规军 先后击溃了几次的攻势 保住了胡牛山区 到了1945年的6月10日 那个时候 共军组织了一次 比较大规模的攻势 目标是锁定登峰市 东南25公里 有一个叫做大智的寨子 这个是玉溪比较大 具有规模的一个村寨 寨墙的周围有两公里 这场战斗一共打了15天 最后大致寨子里面的 粮食弹药都没有了 只好突围 这个期间 虽然也有请空军来支援 其他县市的保安团 也有来支援 可是都面临到 八路军的围点打员 所以通通都受到处碍 最后大致陷落 5天之内 附近有30多个据点 就全部都失守 刚老谭有讲 守了15天 其实蛮能撑的 该不会是军史上面 有刻意写的比较厉害 我手上有一本 大陆出版的叫做 《决战玉溪》 它其实里面也讲的差不多 时间甚至还比 刘茂文讲的更长一点点 这个两边的对照 应该是不会有错 这本书里面还提到 它说 毗定军第一天晚上强攻 爆破成本没有成功 之后就转为 坑道爆破的围攻 因为过去没有经验 都是用最简单的拿着梯子 靠着再强或成强的 这种攻打方式 技术都是属于初级的 工程技术 所以后来他们就 改挖坑道进行爆破 因为以前也没经验 所以也不是第一次就成功 所以一直打到了六月底 才把它拿下来 这样听起来 其实国共双方 对这场战事的描述 跟说法其实都差不多 对 刘茂文他的这本回忆录 对于这场战斗 讲的算蛮详细的 包括谁在这个地方牺牲的 通通都有讲 可是对于是谁来负责领导 在这个地方做防卫 却没有提名字 大陆的决战议息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这里面是一位 与日卫军勾结的杨湘廷 率领了一千多人把守 总之根据刘茂文的讲法 这次的失利 没有把共军给消灭或驱逐 种下的隐患 那根据大陆的说法 从这次以后 整个部队的战术就有很大的提高 也拔掉了预期的大钉子 那一直到了6月20日 中共中央奠定他们 彻底胡牛山区 到了10月的时候 他们就南下同伯山 与李先念他领导的 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这样听起来 其实已经发展了 有一些成绩了 怎么会突然要彻底 放弃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 这里面涉及到 国共1945年的参事协定 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同意交出部分 他们的根据地 其中有八个是在龙海露营 其中包括刚刚建立的 像松叶军期等等 这些都由国民政府来接收 这里面当然毛泽东 蒋介石他们都有各自的盘算 所以我们这集前面提到的李新 他的回忆录里面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说这个时候 因为国军源源不绝 就从龙海铁路向东运输 那原先邓小平要沿着 平和铁路两侧 主体反水 策略看起来就落空了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也提出了 向南反育向北发展的策略 把华北还有华东 这些部队或干部 就全部都能够抽掉的 就抽掉到东北 在这样子的时空条件下 李新他们就奉命要回到 东海铁路以北 可是他们才刚刚在 玉东占领的第一个县程 起线 在这样子情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他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口 对下面也不好交代 对对 下面的人会质疑说 难道就是要这样放弃了吗 严格讲 那个时候国共都各自有盘算 而且也是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所以像是李新他们的 整个组织干部都带走 也会把很红的积极党员也带走 因为留下来将来一定会遭到报复 至于像基层的农会会员 民兵队员 可以用自首的这种名义来留下 他说要离开的时候 他还特别与四位的老单元告别 照这样看起来 连邓小平也回到北方了 一切就好像按下那个reset 回到了初始设定 对 所以中原其实那个时候 也暂时喘了一口气 可是就像我们基层一开始提到的 徐伯伯 他在河南保安第六团 抗战一结束 投校的青年军第2064 616团 后来因为河南龙海铁路 沿线就比较安全 再加上国军那时候重点进攻山东 所以他们在1947年的7月 就被调到了山东去作战 在菊县 运城 这一带跟华野在那边周旋 他说每到一个村庄 其实都看不到共军 因为主要是因为遍地都高粱感 看不到人 有一次连续下了几天的雨 发现到路边有塌陷的壕沟 有半个人高 一查之下 发现到是华野他们挖掘的壕沟 春春向通 而且都通到了居民的屋内 其实这就是最著名的地道站 包括了河北 或者是说越战也是 还拍成了电影 回头看 许伯伯他们也是因为战乱 几乎就闯遍了整个河南吗 其实河南也挺大的 像许伯伯他们都主要是在黄河以南 黄河以北 并没有去过 那个地方是另外一块 因为在整个华北都失陷了以后 那个时候还有安阳 新乡还在国军的手里 这部分主要都是地方保安团在把守 那刘茂恩的口述历史 在讲这一段也讲的蛮多的 那我们之前也有做过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同场 老团之前有讲过 创纪录坚守780天的永年围城战 还有这个华北最后一战的四大安阳城 隔了一年半 我们又把战场又拉回到了河南 可见这个国共内战 它的这个整个架构实在是太庞大了 这样看起来 国军丢掉河南 主要是从黄河以南的部分丢起的 这样应该没有讲错了 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用防范区作为切入点 可能会比较好说明 根据那个时候担任河南省主席 刘茂恩的说法 抗战胜利 中共的部队已经占有了防范区 还有黄河以北 防范区那个时候只有自卫队 根本无法抗衡 他说幸好有防范区作为天欠 使得中共主力不能吸进 才包有了河南的西南部 所以防范区是非常具有战略价值 如果防范的花园口 一旦把它给堵住了 等于替中共排除了障碍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这样听起来 刘茂恩他还是继续执行 这个以水带兵的概念 作为他整个战略的考量 没有错 所以他的回忆录 他有说在堵口没有完成之前 他那个时候曾经给了两个建议 先集中优势的兵力 把防范区的共军给维坚 第二个是把黄河堵口的工程 改为建设水杂 使得防范区的水道 永久都包有一定的水量 这样子可以阻止 防范区移动的共军 降漆扩张 如果是这样做 可以节约百万的兵力 使得黄河成为百害中的遗力 他还特别强调 千万不要让会 黄河堵口的百年大祭 我们知道花园口 最后在1947年的3月15号 河隆 也就代表刘范恩的建议 并没有被采纳 所以刘范恩讲 防范堵口之后 没有了防范区的天谴 中共的主力 像刘伯承 陈毅 陈根这些部队 就开始可以很冲拢的 在中原大地 奔驰 互相的侧应 刚老谈提到这些人民 我们知道说 陈毅术毅是华野 一直在山东跟国军纠缠着 我们之前也讲过蛮多集的 旁边是河南 其实他们出现在这里 是容易理解的 是 那另外呢 刘伯承安邓小平 他们是一队的 乘装乘队的出现 对对 因为一个是政治作战 一个是主力的 这个军部的作战 对 那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再加上呢 十大大将之一的陈根 他又是怎么冒出来的 从哪边过来参战 讲到这个要提到 国共内战的变化 因为在1947年的2月 蒋介石把全面进攻 改为重点进攻 东边主攻是山东 西边是山北 湖中南的大军呢 很快的就攻占了延安 毛泽东在山北绕圈圈 改实施 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的这种战略 到了1947年的6月 他就下定刘伯承 邓小平率领 禁忌鲁豫野战军 就南下中原 进入大别山 所以意思是邓小平又来了 是 邓小平要进入到大别山之前呢 他在鲁西南呢 打过阳三级战役 我们之前有讲过 老蒋最想要救出来的 强将宋瑞科 说的就是这一段 还差一点点 让毛泽东的计划落空 不过呢 刘邓他们的部队 进入到大别山 还是很困难 那随后呢 中共在山北召开 很有名的 中央小河村会议 决定派陈庚 撕出玉西 为什么最后选定的是陈庚呢 而且是往玉西这边来前进 因为对河南而言 那个时候 国军部署重兵的地区呢 主要都是 鲁西南相邻的玉东 玉西这个地区呢 其实相对平静一点 兵力不多 这个空架子 那如果 成根的部队进入以后呢 可以东西激动 东边威胁洛阳 西边威胁西安 那还可以呢 侧营邓小平 还有刘伯成 他们的部队 所以呢 那个时候 中恩来呢 做了一个批语 他是这样说 刘邓的部队呢 直插大别山 等于把蒋介石砍了一刀 成根的部队进入的玉西 再补一刀 术瑜的部队进入鲁西南 挺进玉东 再砸一刀 等于说呢 这个时候呢 毛泽东开始争取战略主动了 一般呢 我们在打仗的时候 可能是回师去救 对 可是呢 他呢 就在攻你所必救的这个军 对 所以呢 成根 谢富治的部队 有六万多人 他们是在1947年的 八月中下旬 从山西渡过黄河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先前呢 刘邓部队已经先渡过了黄河 国军把黄河北岸的船子 都撤到了南岸 成根的部队 没有船可以坐 所以坐油布包 那每三个油布包呢 连结起来 后面加一个舵 一次载运一个班的人数 就这样子过来 所以这样听起来 难道他们渡河就这么顺利吗 就是还是有受到阻击 根据刘邦恩的说法 那个时候成根要渡河之前 他们其实已经知道了 可是呢 玉西基本上是没有守军 所以他就电告陆军总司令 兼郑州指挥所主任 顾祝同 得到的答案是 无兵可派 他就只好主训民团 集中在洛阳训练 那这个时候成根的部队 已经渡河 这个时候呢 驻扎在洛阳的青年军 第2060的师长 萧敬 拒绝与民兵协同作战 这个是刘邦恩讲的 那结果这些开完 第一线黄河沿岸 毒籍的这些民兵呢 打了一天就全部的牺牲 总之呢 成根就很快的 就腰斩了龙海铁路 还占领了洛阳以西的几个县城 还进入了扶牛山区 这样听起来老蒋是要开始紧张了 如果再也不派兵过来 就完蛋了 是 可是那这时候洛阳陷落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洛阳是在1948年的3月被攻陷 那那个时候守城的 不是萧敬 是2064的师长邱行香 那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也很精彩 总之呢 老蒋那个时候命令 从三北还有豫南呢 就抽掉了兵团 准备要东西夹击 所以聪明的人就懂 毛泽东这时候呢 在三北的这个压力 就相对减轻难度的 因为在中原的发展 已经有一定的成绩 所以根据大陆的说法 到了1947年的9月 中共的泰韩军区 发出的电报 电文写说 刘伯承 邓小平 徐向前 李先念 成根 谢胡志 韩军 恐虫舟 勤机尾等等 你们的反攻大军 先后在6月 8月的下旬 强度防河停险 停进了大别山 还有玉西之后呢 很少讲匪 连下了27层 这样听起来 其实很像这个日军 1944年1号作战的翻版 是 在当时呢 一个多月之内呢 日军就拿下38座层 对 现在是27座 现在是27座层 其实是感觉 有在复刻 这个战事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看整个那个时候的情形 就会发现到 其实那个时候国军整个部队呢 都在玉北 还有鲁西 跟共军在周旋 没有兵可以派 那另外呢 又出现了所谓见死不救的这种情形 但是呢 在中共这一边呢 他们是在1947年的8月 华野的外线兵团呢 就由鲁西南 经过了豫东 豫南 很快的就进入到了 厄豫网边区 另外呢 城庚的部队呢 就是由山西的南部 渡过防河 在河南的陕西的边境活动 侧营了邓小平 那九月进入了扶牛山区 之后呢 城庚呢 又侧营了城庚 协助了邮波城 还有邓小平 那又从苏鲁边区呢 进入了防范区 加入了中原战团 最后呢 整个形式会变成这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黄河在1947年的三月堵口 那防范区的水 逐渐的退了 那老百姓回来 生产力恢复 因为我们也知道 河南是人口大省 所以又提供了 更多的有生力量 投入于作战之用 所以呢 到了1948年 洛阳开封 郑州就先后的陷落 整个中原 还有华北 华东就联为一体 这个时候呢 犯作谁 大概都没办法挽回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 整个态势变化之快 让所有人都难以捉摸 没想到呢 其实就从花园口的 这个决堤跟读口 都影响到了历史的进程 是 其实呢 这段国共争霸中原的历史 还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也没办法完全的搞懂 我是觉得说 还有很多好故事可以讲 像是在1945年6月 留守沿岸的 八路军 三五九旅 那个时候也渡过防河 后来有所谓的 中原突围 那我们之后有机会 也可以再来另外的说一段 我们在这集呢 讲到的这个花园口 这只蝴蝶 所形成的这个蝴蝶效应 不仅在抗战时期呢 有影响 还牵动了抗战后 国共内战呢 在中原这边的争夺 是 我们也知道 河南到现在 他还是人口第一大神 又是这个大陆地理中心的所在 自古之今呢 其实他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一法就会动全身了 感觉呢 我们这连续几集听下来 国军在这边的想法跟做法 还是缺少了多一点的这个细腻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讲到这边 台湾读武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持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 人文跟历史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观看 欢迎大家呢 跟我们留言互动 也可以利用Paket收听 在HappersPaket上面呢 给我们留言 和五个新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